Hello,大家好,我是野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区预约抽卡的一个市神推荐 出这期视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小伙伴看了我的全图键市神推荐之后 问我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新区预约的话要带哪个市神 我们第一步先来到这个登录界面,点击幸福季节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预约的按钮 然后填写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咱们填写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获得十次抽取市神的机会 然后咱们第一次十连的话是必出一个SSR或SP市神 OK,这次我抽到的是一个白帐组 然后我们点击分享的话还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如果今天抽取的不如意的话可以换另外的手机号码抽 或者等明天的话它还会再次送一次十连抽 每天都有一次十连 我推荐携带的市神第一个是鬼王九吞童子 第二个是鹿鸣大月丸 第三个是天机 推荐鬼王九吞童子的原因是因为鬼吞非常适合门星使用 它可以降低所有副本难度至少三分之一的难度 它前期除了可以做混土司机的一个工具员之外 中后期还可以打比较难的蜜蚊是一个必备的士神 然后鹿丸的话是一个主要的输出 还可以打蜜蚊带服役 然后比较适合的是自立自强的新手 如果这两个实在抽不出来的话 也可以使用千姬 千姬虽然不是输出 但是进游戏后会送一只鬼死黑还有孤祸鸟 都是可以练的输出 推荐练孤祸鸟因为已经加强了 如果上面这些士神都抽不出来的话 还可以推荐 带今天月早前 然后锦纳罗 雁鸣笔暗花 八起大蛇 元节神 还有灵鹿御前 推荐这些士神的原因是啥呢 可以看一下我前几期的视频 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SR士神的话我推荐的是 第一个是薰 第二个是追月神 第三个是孤祸鸟 虽然孤祸鸟开局有送一个 但是你再带一个的话可以把这个孤祸鸟喂给 另外一个孤祸鸟吃 它就会增加它的技能等级 然后阿杰士神的话推荐它做福童子 或者丑食之女或者山兔 就是这只山兔 它原来的样子是长这样的 在这里还要跟门星说的一个注意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一定要去选择官方的一个服务器 不要去那些渠道服务 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你的应用宝啊 还有小米商店那里直接下载营鸟师 推荐去官方的网址下载 因为渠道服会缺少很多官服应有的待遇 而且不能去官方指定的交易平台 藏宝格去交易账号 所以不推荐去渠道服 OK 士神推荐的话先告一段落 不明白我为啥要推荐这期士神的 可以看一下我前几期的士神推荐视频 那里有详细的解说 这期视频主要是给回坑或者刚入坑的门星 提供一个入坑的指引 避免走弯路 一些看到这里的大佬可以收藏一下 如果有徒弟跟他解释不清楚的话 可以直接分享我这个视频给他看 有帮助的话可以关注 还有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野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门星刚进入游戏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一个士神的培养顺序 还有阵容的搭配及推荐 开始之前我先回答一下 之前视频小伙伴提出的问题 有些小伙伴不知道啥是PVE 啥是PVP PVE就是Payer vs Environment 翻译过来就是玩家对抗环境 也就是说除了斗技还有白鬼艺 以及协同对异 其他都是PVE的玩法 然后PVP就是斗技、白鬼艺、协同对异 首先咱们进来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邮箱里面的奖励给领完 然后跟着前期的指引把任务做完 如果没有剧情任务了就直接去打探索 然后大约到了7集左右系统会提醒你去觉醒一只SR的雪女 这个时候你不要觉醒把材料留着 可以去觉醒鬼死黑或者孤后鸟或者别的输出事实 当我们进探索的时候先把经验加成全部打开 接着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小怪的身上都有一个图标 一个是经验加成图标 一个是金币加成图标 还有一个是道具掉落图标 前期我们一般只打带有经验掉落图标的小怪 然后打完小怪之后会出现一个BOSS 打完BOSS之后退出来 在游戏界面的左侧有几率会出现一个10剧副本 打10剧的时候咱们可以把经验加成还有金币加成全都打开 打完之后再关闭 一般打一只10剧可以升1到3级左右 是前期升级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然后等咱们到了15级之后就可以去主队的界面打经验妖怪 经验妖怪也需要开经验加成 可以获得大量的阴阳师经验 阴阳师这个游戏不推荐压棘 接着咱们新区的话 商店里面还会出现4个礼盒 分别是破试真女雪幽魂还有招财猫 每个礼盒都附带有一个黑蛋 推荐勾欲充足的玩家购买 购买顺序可以先是真女或者破试 然后有条件再买别的 我们出师的时候也会送一套破试玉魂 这个礼盒是有黑蛋的 黑蛋的话千万不要喂给SR以下的试神 只能喂给SSR或者SP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稀有的一个打磨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套阵容 这套阵容可以用来打密文还有日常 第一个推荐六星的是输出 就是你携带进去的输出 比如SP大月丸 叶鸣笔暗花 金田玉早前 八起大蛇 陵路玉前 SP姑姑等等 如果你携带进去的是一个辅助 例如千姬 圆街神 鬼吞等等的话 你可以练鬼石黑或者孤后鸟 这里强力推荐孤后鸟 因为它这个版本加强了 好的六星完输出之后 我们就可以养一个五星的奶 推荐养日和粉 它在主队界面排队就可以获得的一个是 玉魂带生生生或者生生豹 我这里带的是生生生 还有其他关于士神的玉魂搭配 以及就业场景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接着咱们要养一个打火鸡 这里推荐的是熏 因为熏除了副本可以用之外 它还可以在混土当一个司机的工具人 如果没有熏的话 就可以养回夜鸡或者追月神 或者做福童子都可以 这些个打火鸡 四星或者五星就够了 然后第四个士神 我推荐的是一些功能性的士神 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去养鬼吞就好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你们带鬼吞的原因 因为鬼吞真的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日常的PVE活动 以及密文副本 如果没有鬼吞的话 就推荐链下面这五个士神 第一个是千姬 锦纳罗 不知火 元节神 青鸡 以及别的功能性士神 不知道啥是功能性士神的 可以看一下我前几期的全图剑士神推荐 以上是第四个士神的推荐 然后第五个士神 也是从这些士神里面选一个链 这些功能性士神除了鬼吞的话 其他五星就可以了 因为鬼吞如果用来打混土的话 是需要六星的 如果以上的士神都没有的话 可以养丑食之女 三兔都可以 练完这些个打密文的士神之后 就可以练一个混土司机的阵容 如果你之前练的打火机是薰的话 你只需要把他的三技能加满 然后佩戴火灵四件套 还有地震点两件套 生命在两万六以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找到的大佬是18秒的阵容的话 你的同男只需要堆速度在156到158之间 比他的第一只金田玉爪前慢就可以 如果大佬是19秒的阵容的话 你的同男就必须比他的第一只玉爪前快 然后带屠佛 速度要求也是在156到158之间 如果你做不出来同男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六星的鬼吞 鬼吞的玉魂要求比较低 26代攻击加成就可以了 把攻击堆高就行 因为你是司机 所以你只要准备这三个之中的 其中两个就可以和大佬一起组队刷魂土了 鬼吞的技能没有要求 平时刷玉魂的话也可以升级的 前期就在一边刷玉魂 一边刷密文 一边刷探索之中度过 除了这五个士绳之外 后面需要练到的士绳 我会在下期视频里面再跟大家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有帮助到你的话 可以给一个一键三连 让更多的小伙伴看到我的视频 好的本期视频先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观看 拜拜